大家好,我是Azuka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感谢各位导游对怀旧霹雳系列的支持 今天继续来把霹雳战将的后半部讲完 延续上集内容 为了不让GP力再继续修炼停空展 阴谋家发信告诉欧白龙君 不倒翁就是能够从十里外发出气功之人 文赛先行精绝不妙 本想上前引开忧灵买车 却被土中小给拦了下来 两人也不再隐藏功夫了 直接开大招分胜负 一阵轰天巨降后 两人皆被震飞,两败俱伤 土中小偷着老命离开现场 遇到同事如中多 由于他中了文赛的遗云韵力 一道蒸汽留在体内造成血路封闭 若三个时辰内无法将蒸汽排出体外 必暴体而亡 如中多建议他去找退本妖龙 让退本妖龙帮他将蒸汽吸出 结果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馊主意 正值退变期需要补充能量的退本妖龙 不但将土中小体内的蒸汽吸出 还将他自身的员工吸光变成一具白骨 这下阴谋三人组终于挂掉了一个 另一方面 同样两败俱伤的文赛也运气不好 在半路遇到三个仇家 还从仇家口中得知 前几党有一个叫公平先行的 就是文赛的化身 幸好怪诺主及时出手相助 打退这三个腰斗卡 文赛的情况刚好跟土中小相反 但是全身蒸汽不断流失 同样不出三个时辰就要命上皇权 文赛赶紧叫怪诺主 背他去见一个朋友九头公 不久后来到一个村庄 一群村民围着一颗会发气功的大石头 在那边算名牌 这颗石头就是文赛的好友石头公 原本他也是一个人类 喜欢行侠仗义 某天突然感叹 自己要是有用不完的原力该有多好 这样就能时时刻刻地武林伸张正义 突然眼前就出现一个 全身红通通的心骇珠在 一道气功打向了九头公 瞬间九头公全身原力饱足 感觉快要爆炸 于是他便一边跑一边释放功力 不慎跌入一个泥坑 由于体温过高 使泥浆凝固才变成如今这模样 接着九头公用他那过剩的精力 一掌打飞了文赛 就这样治好了他争气流失的伤势 文赛提议要九头公去挑战退便妖龙 一个是员工用之不尽 一个是专吸别人的功力 或许可以让退便妖龙 因为吸收过度而自爆 不过有可能因此而丧命 九头公本就乐于帮助别人 便要两人找台车推他到磐丝窝 欧北龙君按照飞书指示来到道颠峰 站在远处观看布多翁 是否真会十里穿越了气功 眼见布多翁迟迟不发功 阴谋家石中如等得不耐烦 直接过去逼他动手 正当布多翁准备拿出真本事实 突然瞄到一旁的欧北龙君 明白这是对方的计谋 干脆顺势使出苦肉计 让石中如打得满头包 再夸对方武功实在太厉害 搞不好比欧北龙君还强 石中如听他这么一说 吓到尿都快闪出来 赶紧逃离现场 欧北龙君也在哈哈几声之后就离去了 画面给到了井家仙这边 他害死乐天堂两个杀手后 觉得还不够爽 想将首领董天梨一起干掉 于是就跑来跟他报告 两个弟子被杀害的事 挑拨他去找银刀太妹报仇 还顺便A了三十两的丧杖费 卢中多当然不会让井家仙秤心如意 他也找上斗干流 告诉他非非美人图跟地狱窗蓝图出自同一人 就是住在多酬林的 欧北天碧卫灵柱 而如中都指引的方向 刚好会让独眼龙遇上银刀太妹 霹雳们期待的金刀银刀对决 直到戏块结束才上演 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之际 冬天梨也来到现场 只见他拿出白骨钩钉朝两人射去 没想到目标竟然是银刀太妹 而且准头还不接啊准 直接射中人家最脆弱的那个部位 银刀太妹骂了独眼龙一去卑鄙后离开 独眼龙这下火了 两人都是顶尖高手谁也不敢大意 就在董天梨准备使出绝招化老为少时 霹雳们的三四专伦伯突然来到现场 明明两人的共同敌人都是董安隆 但敌人的敌人却不是朋友 三四专伦伯直接一道气功干掉了董天梨 董天梨死前终于献出他老太的真面目 银刀太妹中了暗器颠颠倒倒的前进 路上遇到两个白目的妖斗卡想图谋不轨 被银刀太妹用尽最后的力气杀掉 并倒在随后而来的独眼龙怀中 那如果这样那是怎么有可能呢 土花山水沿荡山去到暗标 什么 没关系啊 从这支暗器跟白起来 从那种火加速出来了 要认为独眼龙怀中 先丹难地 董安隆 你南架 没有我真假先真来亢生 让我来 董安隆 你一人做呢 没有你也叫我做你的祖秀 独眼龙背着银刀太妹找了一处隐秘的石洞疗伤 帮他把毒吸干净后就急着去找惠灵子了 银刀太妹醒来后问真假先是谁替他疗伤 真假先一五一十的如实告知 并说独眼龙是正人君子 没有像方丈一样直接用嘴吸毒 而是用一根主管 尽管如此 银刀太妹还是非杀独眼龙不可 为了阻止九陶宫等人进入磐丝窝 双方人马在洞口打了起来 卢中都对上怪诺主 石中卢对上文赛先行 二对二拼得难分难解 九陶宫健壮直接飞入洞中单挑退便妖龙 一个专门放弓 一个专门西宫 只听见磐丝窝内传出一阵惨叫声 紧接着石头裂开 九陶宫化成一具白骨 文赛赶紧抱着白骨离开现场 怪诺主也丢了一颗烟幕弹安全离去 对于害死好友一事文赛感到相当自责 如今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GP令的身上了 另一方面 独眼龙终于来到多仇灵见到画家 但惠灵子告诉他 非非美人图不是他所画 随后带独眼龙进入屋内看五张人像图 这五人就是下一档的重要角色 五海主宰 仇海主宰怒流君 有仇不报申和义 秦海主宰玄流君 多情梦醒空断肠 新海主宰静流君 有心事成可达院 欲害主宰吉流君 仲欲失智悔肉区 恨海主宰暗流君 含恨未了切莫死 本来想用台语念 但一直没练等还请大家多包涵 这些图都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是伟灵柱先世的师父 一张照片伟西林所画 而非非美人图的作者 正是心海主宰井流君 只有通过齐幻海才能找到他 独眼龙接着问齐幻海要如何去 伟灵柱告诉他 此地向东一百里 再向南一百里 再向西一百里 再向北一百里便可到达 斗肝龙听完后说到 若他走完这四百里又回到原点 必杀伟灵柱 说完便转身离去 常看霹雳的道友都知道 霹雳有很多奇境幻境 刚开始都很难到达 不是要找一堆宝物 就是要会什么武功 最后都像便利商店一样 随便阿猫阿狗都能进入 而且反派都一定要告诉 正派进入的方法 就好比这个疾幻海 如果一开始 如中都不告诉董安隆有这画家 我看董安隆就要卡关卡一辈子 练了两三级的功 吉佩雷终于练成亭空斩 一群人浩浩荡荡 准备出发前往磐丝窝 结果两个阴谋家又出来搞破坏 悉中如拖住三老的行动 如中都则接近吉佩雷 在他身上施展锁弓断 不出百步 吉佩雷便会原功散尽 变成废人 除非发出十里穿越的气功 才能救他 当然两人也早就通知 欧北龙君来此看好戏 就在不东进退两难之时 一道十里穿越的气功 插身而过救了吉佩雷 欧北龙君健壮 立即施展上层轻弓追了上去 终于拦住发气功的红面汉 红面汉介绍自己叫吉天克 他告诉欧北龙君 打伤纵狗铃的人不是他 这部十里穿越气功 全天下共有三人练成 自己只是其中之一 不过欧北龙君才不管这些 直接一招收化运发就干掉了吉天克 刚被气功打飞的吉佩雷 发现全身上下一点伤也没有 觉得莫名其妙站起来继续赶路 来到盘斯窝 看见退本妖龙的魔剪 立即用哆嗦使出停空盏 将魔剪劈成两半 不过里面并没有发现 什么退本妖龙 只有一个婴儿 吉佩雷以为这婴儿 是被退本妖龙抓来的 想将它抱回去给师父处理 殊不知婴儿就是退本妖龙的幼体 吉佩雷一靠近 立刻就被魔鹰吸住 开始吸收元气 千军一法之际 一个白衣蒙面人出现 对吉佩雷使出顺羊将 助他脱离魔鹰 随后迅速将他抱起 冲出盘斯窝 原来这个白衣蒙面人 就是天都一夹圣丐别余星 他将吉佩雷带去一个叫 九州市主大玄冠的居所 托他暂时代为照顾吉佩雷 等别余星办完事再回来接人 结果别余星前脚刚离开 如中都石中如后脚就找到这里 两人以为大玄冠好欺负 要他交出吉佩雷 没想到大玄冠也不是好惹的 竟然会十里穿越气功 两个阴谋家被气功追着跑 跳入江中才捡回一命 两人不禁抱怨 怎么走到哪都有人会这招啊 于是决定将这件事告诉黑白龙君 随后布多翁等人也来到了盘斯窝 现场只看见被劈成两半的魔剪 并未发现吉佩雷 正准备查看退变腰龙的魔剪石 魔鹰突然探头大哭 鹰波席相三人 文西赶紧要大家开溜 这下不但退变腰龙没死 连吉佩雷也下落不明 怪罗柱只觉得这武林是越来越难混的 荒野中出现两个用毒的新面孔 红眉天包 再围杀一个正道的如意真人 如意真人练有如意金刚体 两人的气功长风都伤害不了他 但最后却被无色无味的奇毒火山红毒死 吉佩仙在一旁看着目瞪口呆 赶紧跑出来跟两人套交情 骗他们说自己以前也是用毒之人 证据就是他脸上这个红鼻子 三两下就将对方唬得一愣一愣的 不但骗了一包火山红的解药 还说要带他们去杀欧北龙君扬名立万 于是就将两人带到秦宫 此时的欧北龙君正在宫内听琴 红眉顺着风向对宫内施放迷魂香 将武情迷倒 琴声停止后 欧北龙君情绪起了变化 还未等对方使出火山红 就直接从宫内发出一掌将两人击毙 随着琴声再度响起 欧北龙君的情绪才又渐渐平复下来 在外目睹一切的陈阎先生 觉得用琴声控制欧北龙君可能是一个阴谋 赶紧发挥他的大嘴巴将此事宣扬出去 密林之中 红眉金兜独甘龙为了寻找奇幻海 由东转南走了一百多里 密林之中紧跟在后寻找下手的时机 朵甘龙走完两百里路再由南转向西 突然有一名老者拦路 此人正是韦灵柱的师父 一定救病韦西林 朵甘龙觉得疑问 他徒弟明明都说他已经死了 韦西林却说这里是西方 人死后就是去西方没错 还硬要塞一副密林之中的画给朵甘龙 朵甘龙看到无地灵柱就鬼懒趴火根本不想收 韦西林却跟他说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看 也许图上的人会有改变 朵甘龙说了句一地围后便收下图离开 走了数百里 朵甘龙靠在一棵树下闭目养生 朵甘龙见时机成熟准备下手 朵甘龙反应灵明立即举刀驾挡 二次交手 朵甘龙招式更加凶残 见快攻失利 朵甘龙使出了隐身术 朵甘龙也翻开霹雳眼来迎战 指一个闪声 朵甘龙瞬间人头落地 回忆的是 韦西林送的人像图 竟然跟朵甘龙死法一样投眉了 朵甘龙走完最后一百里路 又回到了多仇灵 朵甘龙你想要撒过 我有说过 在乎兄弟就要撒你 韦灵柱要他再耐心等一下 奇幻海的大门不久就要开启 话刚说完 四周突然飘来阵阵的浓雾 等雾散去后 朵甘龙发现自己已在海边 海上出现一艘半截帆 要载他进入奇幻海 所谓的奇幻海就是搭上船后 运气好天空就会浮现 情仇深欲恨的字样 运气不好就会出现五张欠揍的死人脸 最后朵甘龙选择在星海之岸下车 见到了心海诸在井流君 井流君明白朵甘龙的来意 也不跟他啰嗦 直接叫他拿出飞飞美人图 因为这是张图中图 跟地狱窗蓝图合而为一 只有将美人图放入星井 二图才能分开 同时静流君也告诉独眼龙 得到地狱窗蓝图后 还必须克服三进双利一无敌 三进就是三把钥匙 其中只有一把能打开地狱窗的大门 要是选错钥匙就会卡进时空里 一辈子无法开启 双利就是通道内 有两只力大无穷的巨人看守 必须打败巨人才能继续前进 最后的一无敌 是可以带朵甘龙找到金太吉之人 但他在三十年前被人关在金光翁里 只要放他出来一定会被他杀掉 此时童子也已将蓝图分离带来 嗆完话后 独眼龙便乘坐半截反离开 刚上岸就遇到吴狐岭残存的鱼党埋伏 不过这些乌合之众 岂是斗甘龙的对手 斗甘龙手起刀落 将这群匪徒一个不留全铲除 也算是替欧安希望的父亲报了仇 场景来到一个叫独龙岛的地方 岛主独龙帝正在教导门人用独的精髓 霹霹门的三四专轮膜突然来访 发挥他挑拨的精神告诉独龙帝 欧北龙君杀了他两名弟子 独龙帝决定出岛替弟子报仇 与此同时 蜕变妖龙天罗云也终于蜕变完成 功力更胜于第一代 如今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打倒欧北龙君 欧北龙君被秦深控制的事在武林中传开 有个叫圣秦会的组织 派人来秦宫阻止武秦 结果秦深一停 欧北龙君躁郁症又发作 一怒之下干掉了两名圣秦会的成员 文世察觉欧北龙君已完全被人控制 于是去找了同为情义专家的天琴先行 这里提到文世怪诺主天琴三人 过去曾跟随史燕文一起扫荡武林邪恶 被武林人士称为中原三老 不过旧电视版的中原三老 最后一个人则是金国比 这也是两个版本不一样的地方 天琴原本已经归隐山林 整日谈情作乐 可遇上跟情有关的事件 也不得不来找他帮忙 从天琴口中得知 通常要控制一个人都是单一情深 要武情合奏的难度非常高 只要有一人因色提高或减弱 就会走火入魔 此时天琴突然想到 欧北龙君练的是五座秦功 也许控制他的是失传已久的五座秦 于是便带两人去找武绝情谱的创作者 秦老善无止 没想到秦老已经变成痴呆老人 据他徒弟所说 秦老在一年前被五名蒙面人偷袭才变成这样 武绝情谱也在那时被人抢走 这下线索又断了 场景来到九州氏族大玄关的居所 姬皮力在他的照料下 伤势已经好转 这天山下突然有人谈情 两人惬意的欣赏了一段后 琴声突然停止 随之而来的却是死神啊 欧北龙君一掌打晕姬皮力 要来收拾大玄关 两人一言不合 随即大打出手 大玄关开出大招 十里穿越气功 却被欧北龙君修华文化吸收 以一气化丘别反杀 关键时刻琴声又响起 欧北龙君杀意全无 大玄关拖着最后一口气 带鸡皮力离开 来到多仇陵附近 终于体力不值而亡 韦灵柱健壮将鸡皮力送上了半截凡 只听闻一句 半截凡便缓缓使入了横海 得知大玄关被欧北龙君所杀后 文赛分析出这应该是霹雳门的阴谋 霹雳门为了查出绘制地狱窗蓝图的叛徒 用情声控制欧北龙君杀光天下所有红面之人 在文赛的追问下 布多翁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恋成十里穿越气功之人 脸都会逐渐变红 他跟先前被杀的两个王民 都是从星海偷偷跑出来的叛徒 还一五一十交代了奇幻海的事 说出秘密后 布多翁心想 反正迟早会被星海主宰所杀 不如现在就去找欧北龙君拼命 说完便匆匆的离开 三老要去追的时候 情形战突然到来 还拿出一张武林中最近流传的图 要卖文赛十两 图上是七孔流血的欧北龙君 左上角还有一只蜘蛛 众人看了都满脸问号 不清楚这代表什么意思 画面来到一个忍者的组织 由于下属布多翁心被独安龙所杀 日之行又排出两名杀手 带着太阳剑去杀独安龙 这两人其实也没啥厉害的地方 这段主要跟之前有道友留言一样 是为了打歌 混战中突然一名女子唱着歌出现 三两下就用手中的弯月双刀干掉对手离去 随后一名忍者来到现场 说出了月之行三字 斗干龙继续赶路来到压龙国 突然狼嚎四骑 阴都太妹挡在她的面前 斗干龙虽有不杀女人的原则 但阴都太妹却有报仇的决心 打到一半突然一发气功将阴都太妹打落谷底 来者竟然是已死的黑暗希望马斯武 原来她不但没死还投靠了欧石十里灰 此行是来跟斗干龙召会一下 以后再见面就是敌人了 虽然霹雳世界死亡只比感冒难易一点 但先前气氛都已经营造那么好 又让她复活 会觉得前面那段戏有点廉价 过了野狼谷 斗干龙终于来到地狱窗的入口 三把钥匙她想都没想 直接拿到最左边的去试 结果当然是成功地打开了大门 老实说这段设定有点脑残 接着在通道内遇到两只巨人 以前很喜欢看这种人去装扮的巨兽 觉得很有真实感 就算是射生童脂的狼兽 我都觉得不错 不像现在霹雳都爱用一些廉价的电脑动画 有了根本动作都对不上木偶 双利力大无穷 刀枪不入 斗干龙一时陷入困境 最后使出金兜快战 只取双利的良言 终于突破第二道关卡 通过十道后 来到金光梦之前 斗干龙毫不犹豫打开石梦 放出了无敌魔鬼 魔鬼突然一个气功将斗干龙打到吐血 原来他发过誓 只要谁救了他 就要取那人的性命 斗干龙有办法顺利救出金太剑吗 密林之中 斗龙帝拦住欧北龙君的去路 要来替他两个门人报仇 结果这家伙也只是来送头的 欧北龙君一遭修化文化就解决了他 不过斗龙帝死前 却说欧北龙君已中了他的九天神毒 只有日月并亮之光才能救他 但太阳跟月亮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 说完便倒地身亡 而欧北龙君也如同画中一样 开始七孔流血 就在这时蜕扁妖龙来到他的面前 蜕扁妖龙决定不讲武德 趁欧北龙君并要他命 到底欧北龙君命运如何 霹雳战将聚集就到此结束 下一部将是寿环金登场的霹雳金光 记得来看史燕文时代是如何变成寿环金时代的 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